赫林先生告诉我 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小时候对他管教太严了 所以以至于他对于年纪大的人 天生有反感 阿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我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 其他三个都来对付我 只有用吕秀莲 没死 姓刘的这个中央评议委员 住在这个旧金山 他说马赫林老先生 当年到旧金山都住在我家里 常常通宵谈话 谈的都是马英九 他说赫林先生告诉我 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小时候对他管教太严了 所以以至于他对于年纪大的人 天生有反感 绝对不愿意理你们 他用的人 用人很快 比如请赵先生 马上请来 有一天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立刻一个电话 你上辞城 上了辞城以后 马上匹克 跟你不见面 不谈话 不理你 那么你为了帮他做事 你把前面教授什么 现在回不去了 所以所有被他用过 而被他sack 被他排除掉的人 各个 应该是他的朋友 都成了敌人 这是他的可惜的地方 阿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一直记在心里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选吕秀莲做副总统 这个话我连无数字 真的都没有告诉他 我告诉你 因为党内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我用他最安全 我们有五个派系 我不跟你细说了 我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 其他三个 都反对 都来对付我 只有用 宇秀莲 没事 灯辉先生呢 的确是一个很 智慧非常高的人 他能够做到总统 表示他有他的一个长处 他就是善于表现自己好的一面 把自己不好的一面盖起来 但是呢 等到他整个掌握了 他说走的路是他要走的路 而不是国家需要走的路 而不是国家需要走的路 而不是国家需要走的路